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西楊清師生 師生,你好 中秋節發落,今天是9月13日 黑色星期五的中秋節 不過,今天港股還好,也算是站得不錯 上不去27,300元 大家可以開開心心過中秋節 近期有些新聞,要找師生討論 因為空置稅,重新刊獻 其實已講了一段時間 不過,未來會比較認真 阿士薩,你講香港地產,這件事是你專家 不如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大家都會很關心,究竟這件事 對香港人的樓市有什麼影響 這個空置稅,我相信 提出來,政府有些作出一種政治姿態 這個政治姿態,就是告訴香港人 地產商,我都不疑他 你經常說我勾結 證明沒有,我這一刀是鑽煙他 如果他的樓,日了火,一年都未賣完 我便會收他重稅 這個稅是以猜響去計算 聽聞是很高的 他的說法是猜響估值的200% 猜響估值的兩倍 聽起來不是很多 其實我們平時交猜響,只是交5% 是,應貨租值的5% 現在是200%,即是一次過要交40年猜響 即是地產商,如果那年都未賣 過日了火,一年未賣 一次過除了交平時猜響 還要交40年的猜響 有些罰則,令他盡快推出一些已經建好的樓出 當然,整個樓價的%是有限的 因為租金大概是樓價的2% 你當作2.5% 兩年的差響,即是5% 即是罰樓價的5% 如果你是1000萬的樓 大約要付50萬 都不是少的 你說對發展商有沒有阻嚇作用 有的 50萬,他當然不付好 有甚麼方法可以不付呢 早點賣掉它 或者早點租掉它 但如果租不出,賣不出 你就可能要便宜地賣掉它 我相信便宜地賣掉,可能損失更大 零點便宜地租 找個伙計去住自,才在薪金購買 你將來不介意,我有個場梯 找個方法去做 我原先不算很贊成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甚麼時候值得使用呢 就是發展商特意不賣樓 有囤積居期,浪高的價格 但這不是香港的情況 香港發展商大部分都盡快賣樓 大部分的樓盤都在日火前 年多預售 能夠申請到預售批文 就提早賣 現在很多時候,是申請不到 有了空置稅後 發展商除了拿來出租,頂住先之外 我認為最大可能,是延後入伙時期 因為你是由入伙後計一年 即是你申請入伙之後計一年 他會怎樣做呢 延遲開始禁標 延遲開始給你計算 就是將申請入伙的時間押後 以前我說,他都是盡早賣 即是賣了之後,入伙就收錢 他會加快的建築速度 貨源輪轉 不用罰息 蓋樓通常和銀行遮蓋錢 現在不是,罰我40年的差響 我就會起好,都不去申請入伙子 只是根據批地條文 譬如批地條文本來容許我明年2月才起好 我本來今年的年中都起好了 我都不申請 賣完我就申請 未賣完我就不申請 你會將建築時間押後 那些樓實際拿出市場供應 就會慢了 變成一些人真的想早點住進去 現在是供不應求 那些人可能本來今年年中有得住進去 現在拖到明年年初 由以後可能斷了一些樓,現在斷了一些地盤 是,以前是早點起了,早點收錢 因為通常賣樓都是入伙才收尾數 所以我擔心,反而將供應時間押後 有可能是適得其反 可能適得其反 即使是原本,都不會因為你收空置稅 整體供應多了 你有地才可以整體供應 現在只不過是,供要賣 賣不去,便要便宜一點 希望它為了賣得去便宜一點 否則,我剛才說,有些人租住 遲些才賣 先生,你覺得空置稅實施後 對樓市整體的影響會如何? 大影響是沒有的 因為有這麼多樓出來,不會多了樓出來 不過,會逼它賣快一點 但現在適得其反,逼它起慢一點 令它可以賣的時間可以長一點 另一個影響就是 對於買家來說 現在發展商可能很多時喜歡推樓花 推新盤 貨尾慢慢嘔 現在貨尾快要發款 它會先焗你賣貨尾 新盤不開,因為新盤多數樓花 對於消費者來說,選擇就少了 經常叫你買這些,買這些 我們做經紀都很慘 本來我們想介紹買新盤 發展商說 你賣了新盤,我賣了貨尾才讓你買新盤 客人來到本來想買新盤 做經紀,沒有辦法 這個很棒 這個其實是行為 發展商要求你賣新盤 即是要求你賣貨尾盤,不開新盤 所以消費者,可能買新盤時會有不同 對,現在只要未入企 它仍然可以延後 所以市面上的選擇反而減少了 另一個股民都會留意一下 我們上星期有一個消息 香港本地地產股 可能受惠於農地政策的變化 當然,最後沒有特別的消息 不過,這件事是否有想像的空間? 現在的說法,對發展商不太有利 因為現在是想政府收回農地 自己去發展 我自己覺得,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把土地重新規劃 現在很多人以為發展商手上有很多地 為何不蓋樓? 不是他不蓋樓 是那些地,可能在規劃上還是農地 都不是發展用地 即是成規會上高的規劃 我自己覺得,先要將香港政府手上的土地重新規劃 令到更多地可以用來發展 如果發展商手上有這些可供發展的用地 他遲遲不去補地價,不去改用途 政府才會做一些強制性的手段 去收回 例如你給的時間去,五年之內 你都不開始工作 政府才會考慮 否則,你不是用來蓋鐵路、蓋公路 你說要收回他的地 你未必說得通 你說,不是,我收回蓋公屋 發展商說,旁邊也有地 為何你是要看中我的那一塊 以往一直靠我換地去做這件事 但都很慢 現在都可以用換地 你換個福給隔壁 他便沒有問題 另外,你收回它的時候 如果他要收購他 現在一般是當農地的價錢收購 或者政府現在有指定的價錢 發展商可以說 我現在有發展的潛力 發展權 我要獲得一個合理的賠償 在香港社會 如果你要收購別人的私有財產 一個要有符合公共利益的用途 另一個要作出合理的賠償 我相信發展商不會說 讓你用農地價格收購他的可發展 因為他就是用農地價格買回來 他農地的價格買回來 買了一段時間 而且他有眼光看到那裏 就可以發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規模地重新規劃 讓手上有可供發展 用農地的發展商 自己去申請 改土地用途補地價 由他們去開工做 因為香港現在很多人住的房子 都是發展商建的 突然間我們要變社會主義 全部由政府來建 不切實際 最後也問問師先生 下半年的樓市 你有什麼最新的看法 現在的形勢 似乎略為好一點 但我自己 撇開眼前 相對有利的因素來說 我覺得 無論全球的經濟 本地的經濟 都是有隱憂 全球經濟會因中美的摩擦 有些衰退的壓力 因為中國一直是全球經濟的火車頭 是帶動一個重要力量 中美摩擦下 中國經濟多多少少受到制約 其實全世界 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行 各國政府 這段時間都調低了明年的經濟增長 大家都說 中美領導全球的貿易 都有很大的衝擊 當然你說這些已經 但是這個陰影一直存在 事好事壞 但向不好的 是一個主趨勢 間中有些消息案 好一點 香港也因為最近的社會運動 有些人打算攬炒 有些效果已經出來 內地人對香港的看法 現在相對負面 來旅行消費都會少 反正你說都不喜歡我 又要打水貨 又要叫人家回鄉 人家就不來 不來可能很多服務性行業會受影響 明年工資上升的水平 失業率 公司的盈利能力 都不太樂觀 都不太樂觀 但是 另一方面 全世界又回到QE年代 昨晚歐洲 又開始買債券 變成印銀子的速度 比人類生產新的財富快 財富分到的銀子 就越來越多 譬如樓市看不好 又不太多人敢賣樓 賣了它 覺得拿著錢更不穩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資產價格 仍然是因為貨幣供應增加 而可能站得住 甚至上升 多謝先生 各位觀眾 如果想重溫我們 《股壇司機》節目 或多點了解司機金 歡迎到以下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 中秋絕快樂